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羽翼之兔 欢迎回到我的视频来 那我们今天要讲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上一集有讲过的 新的一个手机的编辑软件 其实也不算是新的 它其实蛮久了 只是我最近在使用它而已 因为我在编辑上面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去找了新的编辑软件 我在用那个威力导演的时候 我明明用了两段音乐 可是我说出的时候也是两段音乐 可是不知道我为什么上传到YouTube的时候 只剩下一段音乐 可能不是他的问题 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在用威力导演的就是电脑版的部分 我本来是把把算盘影片放上我的电脑做 就是加音乐那一些编辑那一些后制 可是我发现哇勒勒我整个傻眼 我的说话的声音跟我的就是放音乐 完全没有声音完全没有音轨 只有画面 我整个就傻眼了 然后赶快用手机用 那个美色做编辑 我才来得及发片 那我为什么没有用美色呢 你就用美色做一个片头或者是影片 因为美色做的影片是OK的 可是他跟我的片头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我那时候本来想说 用美色来做我的片头 然后结果我做好了 然后我输出 然后整个给我绿瓶 那我超傻眼绿瓶耶 我弄得像了很久 那就给我绿瓶了 傻眼 那我只好用威力导演来做 那个片头的部分 然后加音乐 只有一段的话 放在youtube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两段呢 就是变得只有片头的音乐 后面的音乐完全都没有了 我就超傻眼的 OK 那么我又去找了一个 可能会合我口味的 编辑软体 那一样是在图列商店下载 那就是这位 这个热秀的部分 那我可能在下个视频下面 就会介绍说热秀和美色之间的比较集 因为我发生比较集的影片 大家会比较想看 那OK你今天是 我还要再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不是中文系的 朋友的话 你可以 就是如果有字幕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的一个齿文 然后使用字幕 然后做自动翻译的动作 然后可以翻译到你 熟悉的语言 然后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好那我们来实际操作美色咯 不是美色是热秀 啊 居然名字想错了 不好意思热秀 OK 点击热秀 热秀我会把这个定义成怎么样的一个编辑软体呢 美色已经可以让我的影片更花俏了 更 那这个更厉害可以让我的影片更花俏 OK 那我已经有试了一片 然后正在上传 YouTube也上传了 那么 就是因为它的音乐的部分 我不知道会不会被版权侦测 所以我还在做一个测试 所以音乐的部分 我没有办法现在告诉你们 将会在下一片就是 美色跟热秀的比较急的时候 才会比较详细的跟你们讲 那我们这一个影片会讲到 视序 就是视频的编辑的部分 和一些素材中心的一些应用的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先点击 视频 视频编辑 那么 你会看到一个OA人微楼 跟Midio 跟你的图片 那么 我们要编辑Video 就是影片的话 我们就点击影片 那么 选择 一片 呃 你喜欢的影片 那我这边 呃 我用我的片头来作为示范的动作 因为秒数比较少 那么 大家可以比较容易摊大 那我们点击开始制作 那么 就会有一个 影片开始在播放 那我们先把它暂停住 那它这个现在是完全没有音乐 完全 呃 没有任何的一个特效的影片 是一个很纯正的影片 那么跟美色一样 那个热秀 它也可以加上那个所谓的主题的部分 那么 我们就可以点击 有的影片有 有的影片有片头 有的影片没有片头 那么它的主题都会配上音乐 OK 那么 一样在更多的部分 你可以去挑选 你最喜欢的主题 那我这边要跟你们讲说 这一款游戏 它会 呃 不是这款游戏 这款面积软利 它因为会有广告 它会在这边的时候 会穿插的一些游戏的广告 所以你要小心不要去点到 就算点到也没有关系啦 它就只是就是 用到 到Play商店上面 然后就是 切到Play商店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有片头的部分 就是片头蛮可爱的 OK 那我们现在来讲讲说 因为它现在这个是 没有我讲话的声音 如果你将来 你在制作影片的时候 那么 有了你的声音 然后跟音乐 你会发现音乐声 其实蛮大的 你希望你讲话的声音 不叫小声的话 你要怎么做一个调整呢 我们 点击编辑 点击多段音乐 好 大家会看到 这边有一个像喇叭 扬声器的部分 然后另外边 有一个像音符的东西 现在目前的设定是 我说话的声音 是50% 我的音乐也是50% 所以就是一半一半 假 那是你今天要让你说话的声音 呃 比较清楚 的话 那么你就往你的右移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讲话 你就是纯粹要音乐的话 OK 往左移 这个比例你自己去做调整哦 好 那通常你在讲话的话 你在做视频的话 你通常都是要让你的 呃 观众会看到 听到你的声音 顺利的话 你声音的比例上面 你一定要调 呃 比较大 这比例你自己去调啊 根据你的主题的音乐 不一样的话 而你 还有你说话的 呃 强度 然后你自己做调整 OK 那我通常是调80比20 这样子 你可以听到我讲话 也可以听到被音乐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 我说你自己去调整 那因为这完全没有我的声音 所以你就是 就是听到音乐的声音这样 OK 好 那 它一样可以加上字幕 OK 你自己去点击字幕这样子 然后输入字幕 嘿大家好 我是鱼 大家好 我是鱼翼之兔 OK 好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择你的字体 你要跳动现代白新闻跳路吧 巴拉巴拉的特效 你自己去 处理吧 眼色 这都是基本的字体 这些 都很基本 好 你可以自己我的字体 这些都可以 好 吃饭 那么就 跳过 就慢慢跳 然后它这边可以设定 这是比较不一样的是 你可以设定你的字幕的精准的时间 比如说你要一秒到两秒 你就可以一秒到两秒这样子 结束 开始跟结束的时间去弄 可以让你的字幕可以更精准 然后我们要打勾 然后我们先听一下音乐 就会跳动 OK 这就是 当然 如果你要做字幕的话 通常不会让你的字幕这样去跳动 就一般的模式 这样子 但是字幕的话 我也推荐你直接就是用 U2的字幕直接去打 因为你用U2的字幕的话 如果你不是就是跟我同一个语系的话 你可以让人家去做翻译的动作 如果你直接打在上面的话 别人没有办法做翻译的这个动作 OK 那我会说它会很花俏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特效 然后我们点特效 然后一样到你想要的一个位置 然后点加 那么 它的特效其实蛮多的 那么 它的特效是有声音的 所以你也要注意说 你的音乐跟你讲话的 那个特效的部分 OK 我们点泡泡 你看泡泡声音就很大声 然后光晕 光晕 它就有闪亮的声音 OK 好 呃我们要这个然后点确认 然后你一样你可以在这边 调整你要的秒数开始跟结束的声音 OK 那么你可以在上方这边调整 因为刚刚我们听到我们光晕的声音 其实蛮大声的 那你一样就是 音乐的这部分的话 你就可以做调整 这边说话的声音 然后就是个光 这个光晕的声音小声一点 那就可以了 那我们做示范没有讲话的声音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泡泡 让我们这个光晕的声音大声一点 OK 然后我们也要打包 然后我们先进来看看 然后再看看 OK OK 就是这样子 那么它这个跟美色不一样的 部分的是它有 GIF 虽然 那个谁 威力导演也有 但是 威力导演的 没有像它这么可爱 可能我没有付费的关系 OK好 GIF 我们来实际来玩玩看 一样到你想要的位置 然后我们点击加 那你可以去下载你喜欢的图案 如果你是卖萌系的话 你就可以用一个 比较萌一点的图 那我刚弄的是这个 我觉得好可爱喔 在我先上传的影片没有 是我刚刚在施放会订 录 这是第三次 OK 刚刚麦克风整个 没有给我声音 所以我要录一次 OK好 那我们就点击这边 一样你可以选择你要的时间 然后打勾 然后 我们就来看看吧 有没有看到这一只 只一直在那边跳动 这有高水的 那你也可以根据你的影片的 看是什么样的类型 然后去放不一样的GIF档 你还可以自己新增你的GIF档 OK 那他也有贴图 那贴图的部分的话 他就是不会动 那也其实也有蛮可爱的 那我一样加 我不需要0.5 因为我没有空格 OK 就是我一定是在片尾 所以没有直接让他放 OK 比如说要这个 OK 那一样Go 看看吧 看看吧 OK一样他就是只是不会动而已 他是贴图不会动而已 OK 那转场的话你是必须要两段影片之后 你才可以做转场的部分 那转场这个东西其实呢 没有什么好讲的 每个编辑软体都有 那他还有滤镜跟涂鸦的功能 你可以涂鸦 在这边涂鸦 回大家 好 可以签上你自己的 签名这样子 OK好 然后你还可以换笔的粗细啦 或是你要擦掉都可以 OK好 上一页都可以 好 我打叉 OK塗鸦的功能 这个也是 这两套编辑软体没有的 那你还可以添加变段 这个美色油 然后 有个威力导演其实也有啦 只是 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 OK 我们 等一下 我们再添加一个片 我们再添加一个片段 然后我们来玩玩看那个 转场的部分 比底喔 然后 随便 一样 是一个我的 我的 OK 好 那我们来使用 玩玩看转场 淡路淡出 第一张 欸 第一张不支援设定 Y 看个片段了 有了 是非要的部分 浮快的部分 它是这样 浮快的部分 哦 就是这样的啊 你可以根据你喜欢 然后去做一个 转场的部分 嗯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嗯 转场还不错 OK 那么 这边 这边 时长的话 你也可以一样 就是做剪裁 剪接的部分 然后是你可以缩放 你可以捏住 然后做缩放 就是你可能你要 呃 凸些某一样东西的话 你就可以做了这样子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比如说 你在 就是用 在电脑录制影片的 就是在电脑录制影片的话 就是在电脑录制影片的话 你想要 就是说 接取电脑的荧幕 那但是你要 观众不可是在某一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按 左方的动作 那 旋转就是可以旋转影片 然后复制是可以复制 那你可以调整快跟卖 还有到法 就是 呃 到的方 OK 是啊 嗯 放弃 OK 然后 这些 其实 好像就这些而已 然后 好像没有东西的 编辑 然后转唱 T2 然后多段音乐 这些 都可以让你的所有的 呃 片段会更OK 就是让你的影片更花菜的部分 呃 不知不觉的我讲完 对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一趟 目前我弄的还不错 那我现在就是要做 配乐的部分 就是 确定一下 它的配乐 会不会 呃 被 白绝侦测 嗯 到时候再试试看 那你做好的话 也可以就是 点刚刚那个箭头 然后你可以保存到相册 或是你直接 就是 YouTube FB IG MACE 举这些Line 啦 然后你可以分享过去 这样子 嗯 就这样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哦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呃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那请给我点一个大大的喜欢 那如果你今天是新同学 不知道要订阅与我没有关系 那 左上左下 右下 更有我推荐给你的视频 如果你观看之后觉得 诶 我的鱼一直都跟你很 骂曲 吃场很合的话 那你再选择订阅与我 那么订阅的话 中间的头像 然后 跟我的浮水印都可以订阅与我 那么 你订阅我的话 不要忘了开小铃铛哦 才可以接收到我最新的讯息 那如果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意见想法 或是希望我拍什么样的视频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予我 那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分享影片 给予我 给予你的朋友 或者是其他的社群网站 那每天六点半八遍 那么 再一次的呼吁大家 请开小铃铛 如果不是 反中体系的 可以开你的小齿轮 然后做翻译的动作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那就谢谢大家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